掌握一手行情不做二手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二一名在华江北做手机的背包客 今天是8月12号 我们依旧准时到达市场为粉丝挑选机器 这几天14pm256价格掉了是比较多 今天黑色金色我们拿货是5280就可以拿到了 那么小儿认为这个价格基本上已经到了比较合适的入手时机了 并且最近市场背货还是比较充足的颜色也是比较齐全 基本上想要什么颜色都是可以挑到的 而且因为普遍的跌价 现在各个颜色之间差价都不是很大 金色黑色紫色价格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配合现在的全自动卡贴 到手基本上是不需要任何操作 查卡就可以直接用了 也省去了之前调试卡贴的麻烦 所以现在这个价格14pm256性价比是直接拉满 128g也是跌到了4850 各个颜色之间有20到50的差价 基本上小二报这个价格就是市场拿货价 各个档口出货价偏差也在几十块钱 但是如果有人说报价相差大几百 那你可一定要小心了 很有可能他想赚的不是差价 而是你的本金 13pm 128充电个位数有锁ATD版本 这个是一个激活未使用的库存机 橙色的话自然是没得说 今天我们拿货是4150 如果有点介意14系列会开卡槽 那么选择到一个13也是可以的 14plus128g红色 这台是一个无锁版本 那么大家都知道红色相较于其他颜色是要便宜一些的 这台机器还没有改双卡 我们今天拿货是4250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由于视频是长有限 大家还要了解什么机器 可以私信小儿或者放在评论区